工作幾年之後 現在也是一個 年薪三百萬主管 他說他從2020年 就開始在看房 那爸媽也追著他買房 基本上是沒有任何阻力的 但是重點就是那個但是 他那個時候雖然收入非常好 要他買一間一千五百萬的房子 他還是真的買不下去 他說如果那個時候買的話 頭七款三百萬就要先出去了 雖然也不是一次付出去 但是覺得身邊沒有留錢 很沒有安全感 歡迎回到安娜預防術 今天我想跟你們分享的是 我所見所聞 尤其是這兩年 我看到很多的首購族 也接觸了不少投資客 歸納出資產階級的 買房行為模式還有心態 更是有新階級的種種不同 這一集一次重點整理給你 希望可以幫助到你去思考 變有錢這件事的可能性 那我們先打個預防針 我覺得接下來的內容 可能會讓有些還沒有買房 也不打算買房的觀眾 不用感到不舒服 那我真的理解 也尊重每個人對於房事的判斷 所以如果你是用 居住正義的角度 去看這一集的話 我建議你現在就先 因為這一集不是在探討 台灣甚至應該說 資本主義下社會的不公平 因為就真的不公平 就算我們不認同 不喜歡這樣的現況 但事實是 居住隨著資本主義的蓬勃 也越來越不正義 好 那我們就進入正題吧 看完這一集你會了解 如果你是壽星階級 你可以做什麼 才可以向財富自由跨出第一步 為什麼大家的薪水都這麼低 房價卻可以屹立不搖 甚至持續上漲 少子化的趨勢下 這麼多的房子 到底是賣給誰 為什麼政府這兩年 寄出這麼多的打房政策 房價卻不受影響呢 如果你是壽星階級 你可以做什麼 才可以向財富自由 跨出第一步呢 積極理財 千萬不要把你的錢存在銀行 先分享一個 我身邊朋友的故事 他學生時期書就念得非常好 一路呢就念到台大 後來畢業 也去外商工作了 工作幾年之後 現在也是一個 年薪三百萬主管了嘛 他說他從2020年 就開始在看房 那爸媽也追著他買房 基本上是沒有任何阻力的 但是 重點就是那個但是 他那個時候 雖然收入非常好 要他買一間 一千五百萬的房子 他還是真的買不下去 他說如果那個時候買的話 頭七款三百萬就要先出去了 雖然也不是一次付出去 但是覺得身邊沒有留錢 很沒有安全感 如果家裡長輩生病了 急需用錢怎麼辦 如果買了房 他就沒辦法像現在這樣 想出國就出國 進餐廳不用看菜單了 明明就有一份很不錯的收入 幹嘛為了買房 把自己的生活過得綁手綁腳 你是不是心有氣氣焉 我那時候有問他 所以你哪時候才要買房 還是你就 他跟我說 以他目前的薪水還有漲幅 他認為再存個兩年 他身邊既可以留錢 買房子也不吃力了 結果到了去年 他為了結婚 總算買了房 你知道他買在哪裡嗎 他買了一間 一千萬的房子 在桃園 他一個信義去上班的人 買了桃園的房子 根本也不是要住在那 他還是租在台北上班 那你說 他這樣是在炒房嗎 他不過是觀望了快四年 受不了了 房價一直在漲 他已經從板橋被洗到桃園 我沒有要貶低的意思 我自己就 超愛桃園 然後他就告訴我一句 我覺得很值得玩味的話 我買了第一間之後 就開始在看第二間了 他說他本來覺得 自己薪水很高了 可是真的買了房之後 他才發現 如果他不把錢拿去投資 他這輩子可能就要守著這間房 做到65歲退休了 那他打算拿第一間的房子 賺的錢再買下一間 就算要等五年 再轉賣也沒有關係 中間他只要出租的租金 剛好可以 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還有太多類似的故事 買房也只是 其中一個理財的方法 你當然也可以把錢 拿去買股票 玩期貨 投資朋友的餐廳 但是風險 跟要花的時間成本 都很高 你說像研究股市 就非常花時間 我自己就心有氣氣焉 而房子 它不只是可以讓你 光明正大地開高槓桿的 理財工具 我再說一次 這個是現實世界 把房子作為理財工具 快速累積財富的方法 增貸也好啦 想辦法延長 你的房貸快限期也好 不是說這樣的方式 有多好多棒 但是它的確 可以讓你變有錢 而且健王之來嘛 長期來看 只要經濟沒有蕭條 房價大概率會是向上的 不是沒有風險 而是風險相對小 為什麼大家的薪水 都這麼低 房價卻可以屹立不搖 甚至持續上漲 那我這邊就粗暴一點的回答 因為有錢人真的太多了 他們的錢沒地方放 所以他們買房 他們幫孩子買房 找人頭來買房 這件事就是一個 很多人在做 但是與法不合的事 就算不找人頭避稅 現在台灣的 房地產持有稅 跟買賣的房地合一稅 相較於很多的國家 還是很低的 再來就是 其實不動產有一個特性 土地的數量是有限的 不會增加 如果你把全國財富當成分子 土地是分母的話 在經濟不斷成長的情況之下 土地的價值越來越高 房價自然也越來越高 而且這些有錢人 他們其實也沒有想要 靠房地產致富 他們已經很有錢了 他們只是不希望 錢被通膨吃掉而已 這也是為什麼 房價跌不了的原因 因為有錢人的房子很多 他們也不需要 賠錢賣房子 那少子化趨勢之下 這麼多的房子 到底是賣給誰 除了這些有錢人以外 其實還有新一批的有錢人 以台灣來說的話 就是高收入的足科新貴 科技園區大多遠離傳統市區 為了縮短他們的通勤距離 創造了很多很多的重劃區 許多的足科人剛去的時候 家裡幫忙買了間套房 結婚之後又買了一個兩房 孩子大了之後 又買了間三房 在這個換屋的過程中就發現 房價一直漲 投資房地產賺得還不輸本業 那查到甜頭了嘛 台積電的工程師 就是很好的例子 當我們都對竹北 飆到八十萬的房價 感到不可置信的時候 這些工程師已經往其他 台積電有設廠的城市買房了 最近像高雄嘉義等等 這些地方的房價 都不是在地人買的 而是這些 還有一些人 他在股市好的時候 就賺了不少 就開始想把錢 挪到其他地方了 房子也是一個 他們會放錢的標的 當你有很多錢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找更多的投資標的 去分散你的風險 你說房價現在是在虛胖嗎 但是 這些錢就是扎扎實實的 在支撐那些高房價 為什麼政府這兩年 祭出這麼多的打房政策 房價卻不受影響 其實你看政府實際的作為 他們不是真的要打房 而是他們要的是打炒房 政府推出了 比如說房地合一稅2.0 禁止預售屋轉讓 現代令等等 這些政策都是希望 房價不要咻一下的飆漲 但是不是希望 房價下跌 因為房價全面下跌 會引發一連串的經濟恐慌 這對整體經濟 會是非常不好的影響 你看他們後來就推出了 辛辛安的強化版 就是為了讓大家 還是可以買得了房 就可以看出 政府的重點是放在 達成房市的軟著入 不要像前兩年那樣暴漲就好了 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建設 很多的財源 其實有大比例都是來自 國有土地的標售 全台各地這麼多的重劃區 你可以想一下 如果不是政府支持的話 有辦法推動嗎 然後你要知道 土地的成本其實 佔了房價一大半 政府說要打房 但是國有土地 標售的價格卻屢創新高 喊打房是不是真的只是 有名無實呢 因為建商也不是吃樹的 土地成本就來個高 你要房價怎麼下來 這幾年的朋友聚會 不是在聊股市 就是在聊房地產 那你可以不懈炒房炒股 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 更多的人是希望藉此 可以快速的累積財富 那我的觀念是 我們都得先自私的 把自己照顧好 我們才有能力去談 理想報復嘛 比起去抵抗這個 險滾錢的社會 我們不如更理解遊戲規則 然後盡自己的能力 把生活過得更好 那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七八年級非常的辛苦 並不是像過去 努力埋頭苦幹 就可以過上好的生活 也不是我隨便投資 都可以賺到錢 所以分散風險投資 非常的重要 股票的學習資源 真的非常的豐富 房地產因為門檻比較高 就比較少人投入研究 但是我真心建議你要懂 你看過去幾年 股市很慘的那些時候 其實房價 還是很穩定的在上升 但是呢 我這邊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想要聲明的 我也不認為 房價只會上升 中間有任何時候是 修正下降 都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當你把時間拉長來看 房地產是一個 相對穩健的資產 那看完這部影片呢 開始要積極理財 你除了股市之外 房市也不要忽略囉 就希望我們都可以在這個 股市方市都賺錢